跟大家报告 台中市的选务工作 到四点钟顺利的结束 那今天的天气因为很好 所以因为我现在不是选委会的主委 那所以呢 但是我侧面的了解到 那今天的投票率大概是72.9% 大概将近七成三左右 没有超过上次总统大选的一个投票率 不过投票率也算是很不错 因为有破七成 如果初步统计呢 是72.9% 那第二个呢 因为台湾实施民主制度 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民众呢 都很珍惜投票的权利 所以今天的投票情形 配合天气良好 大致很不错 除了少数的零星事件 譬如说就我了解 可能有五六位各地的这个投开票所的选民 有发生一点身体不适 一点点身体不适 那有这个就医 那或者是有一些零星的这个事件以外 那否则大概都是个案 大概不会超过十件左右 那整个大概来讲 台中市的投票秩序非常的良好 那另外呢 有关于上次的这个投票 大排长龙 那另外呢 大家这个 整个那个投票秩序也非常的混乱 所以这次全国各地 包括我们台中市 大家都提高戒备 加强演练 而且加强部署 那以台中市 就我了解的话 这次的投开票所 布了1902个 应该是台中市 有史以来最多的投票所 因为让投票所多一点 那这样的话 大家这个排队的时间会少一点点 所以我们的投票所 大概是1902个 那动用的选务人员 也是创台中市史上新高 大概将近两万名左右 所以不管是投票所 或是这个 我们的选务人员 那都是这个 部署比较多 那虽然投票率很不错 但是市民朋友 那譬如说 要很久后 像或是混乱的情形 几乎是没有 所以投票非常的顺利 那第二个呢 现在才在开票当中 而且刚开始开 那因为这是一个全国的大选 那也有鉴于 每次的总统大选 或立委选举 开票都要开很久 所以我们对于选举的结果 还是必须以中选会 发布的结果为准 要以中选会发布的结果为准 那这段时间 如果有个别的这个 这个新闻跑出来的话 都不是 都不是最后的结果 因为还是必须以选委会 发布的数字为准 不过呢 今天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投票情形 因为我今天一大早就去投票 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也不断的联系 那也有同仁回报 各地选举的状况 那我个人的心得是 第一个呢 这次所有 因为经过这段时间的一个竞选 所有的候选人 以及他的这个选务团队 选举团队 以及全国庞大的选务人员 还有我们将近两千万具有投票资格的选民们 大家辛苦了 不过大家都很棒 不管是候选人 或者是选务人员 或者是我们的投票的民众 大家都很棒 因为我们共同又完成了一次神圣的任务 那这次的这个投票任务呢 第一个展现了台湾民主的可贵 第二个也展现了 这个人民当家做主的一个价值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 所以选举蛮圆满的 那另外呢 我想到今天晚上到某一个时段 也一定会把票开出来 珍惜民主的一个结果 那也因此呢 我想我们就近代中选会 或是各地选务机关所做的一个选举结果的一个发布 那以上是我个人到目前为止 所做的一个初步报告 谢谢 市长针对这次台中的选举有什么看法 我现在没有评论 现在正在开票当中 那我们还是要尊重选委会的一个发布 谢谢 基本上任何的选举 那候选人或者他的复选团队 一定全力以赴 一定全力以赴 谢谢 好 好 谢谢大家 大家辛苦了 谢谢 谢谢 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变航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